我们用一支毛笔是中等大小 开始呢 先调比较淡的末 调好了以后 水分不要太大 因为它这个稍微粗一点的枝干呢 要求是淡而干 嫩汁呢 应该是墨所稍微重一点 我在画它的时候啊 笔尖上再调点浓墨 这个时候要用测风 测风 然后呢中间也有些粘管 你看啊 我从哪下笔呢 我不能从这个指的正中间下笔 我可以从上可以从下 从这是一种忌讳 好了我往上一点啊 测风用笔 下面有些粘管动作 然后可以有些空 我再走 这是一支 一支画好以后呢 我再逐渐地加它的墨色 点这些点啊 是为了感觉出它的枝干是粗糙的 不是特别光滑滑的 注意到它的疏密 如果说我们在 在填的话 可以往后去填它 这是它的枝干 枝干呢 就是有粗 有细 然后墨色变化上呢 每一笔都应该追求一些变化 是吧 最开始我讲啊 就是不要让它死墨 那就是说这个笔尖笔都笔都完全一样的 那样画出来的呢就不生动 总体的变化 那就是说比较粗的枝干 是颜色浅一些 越到细枝条 应该颜色 墨色应该是稍微深一点 把这个大的式 咱们画好了以后 下面呢就要开始点花了 点花啊 我们用一支中等大小的一个蓝竹笔 或者是大白云笔 我先说一下颜色 我今天用的是广告色柠檬黄 您也可以用藤黄 然后再用一点土黄 土黄不要用太多 先拿这个蓝竹笔或者是白云笔 调黄颜色 在尖上啊 调一点土黄 别调太多 刚才说了 花是四瓣 我们画它的时候啊 一二三四 四瓣啊 这是根据这个花的这个结构来画了 这是有代表性的 再往下画就不要这个都平摆着了 要注意它有前后的不同变化 从最密处开始啊 也许是四 也许呢 就是看不出四了 开始按照它的规律去点 后面再点就可以啊 有句话叫乱点花 如果说都很规矩 那这张画就太四瓣了 四啊 一二三四 然后这样引出去 引出去 这是有代表性的四瓣啊 然后错落啊 可以往上 它在后面 那就要让开这个质感 这是写意手法 在有些地方 您说是花固度也行 点一些点 如果不点 它就觉得啊 好像这空 如果点得太实 具体的花上去以后 也可能呢 觉得太多余了 所以呢就是 该虚地方就虚 因为写意啊 意到比不到 往往初学者啊 忽略这一点 所以这花画的 显得太单 您画的 就是说有几个 有代表性的 是实的 是突出的 其他是虚的 这样最好 这个呢是第一步 第一步注意啊 有密 有书 有漏枝 不能说这个花很 这个繁茂 最后把枝干 全盖住了 全是花了 这没有骨头架子 这张画 绝对没有一个气势 所以大家在点的时候 注意到 它这些变化 我在刚才点的时候呢 就是 以这个柠檬黄 或者是腾黄为主 尖上加了一点土黄 是寻求变化 您看我这张画 它呢 上面就说 深浅稍微有点变化 这样就显得丰富 但是还有一点 要说明的 就是黄颜色的花 在白纸上画 反差不大 它这明度比较接近 所以这黄花呢 它总是不突出 我们为了达到它的突出 所以下一步 大家看啊 我用另外一支毛笔 我调淡末 我要把花衬一下 一定要是淡末 如果浓了 就不对了啊 淡末 大家注意啊 这个过程不叫勾 勾 从这个概念上来说 应该见笔 叫勾 现在呢 不见笔 只见色 这个色呢 是淡末 这样呢 把它的两侧 给它挤一下 把花瓣两侧挤一下 中间该这个让的 让出来 大家注意画的时候啊 别拿小笔 一定要用大笔画小画 这样画出来以后啊 才大气 如果您不用这个笔 用一个液晶去画它 一个很小的 一个很窄的淡末 这个达不到这个目的 这也是写意式的啊 不要太拘泥它的细节 只要起到衬托作用 就可以了 好 基本上是都给它衬了 吹完了以后啊 我们换另外一支笔 再来点褶石 现在这个墨和颜色之间 它这个变化不是很丰富 我们用褶石去点一下它的花蹄 这样呢 把它长在枝干上 您看在这个颜色上来说呢 变化就丰富了啊 而且有一些深的东西在里头了 涨上了 而且啊 我们在画的时候有一些点上呢 也可以用它 再补充一下 质干 质干显得粗糙 你看这样呢 它就长得结实了 下面呢 下面呢 我们盘子里面有黄颜色 我再加一点花青 调成很淡的草绿 有的时候花青色呀 因为太鲜艳了 所以也可以稍微加一点墨 去取它的火气 用这个非常淡的草绿啊 在花比较多的地方 给它点一点 这个空隙之处点一点啊 在枝干的地方 刚才讲了 是这种花啊 开花的时候没有叶 它的叶呢 只是一个小芽 现在我们点的 可以说是协议说法 您说是小芽就是芽 因为在这张画上 从颜色上来说 它是缺点冷色 有了冷色以后 有了这个草绿 春天这种感觉就出来了 这张画啊 从气势上来说 是由这儿进 往下走 这儿花很多 然后再挑起来 这个气整个形成这么一个回环 这点是一个大舞台 这个舞台 那就是我们把已经学过的内容 可以添进去 这张画缺墨 那怎么办呢 那好了 我们刚学过燕子 是春天的啊 好 我现在画一下 用大蓝竹 调中等墨色 现在等于咱们又复习了一下啊 调中等墨色 然后笔尖上调点浓的 嗯 画的时候您还记得 左手要拿一个废圈纸 好 我看好了啊 在这儿 一笔点头 两笔画它的背 可以控制一下水分 把这个笔尖上再补充点浓的啊 侧峰一笔果断啊 这儿 两笔 除非白 好 果断 这儿延长一点 然后 它的剪刀尾 嗯 我在第一讲的时候说过 就是墨色 要分浓淡 但是还有一点 要干湿 光分浓淡还不行 我这里面呢 有非白啊 这样呢 就感觉到很丰富了 这是一个 我先把这形啊 先定下来啊 然后咱们采取流水作业法 再画第二个 它这个头在这儿呢 第二个如果还凭着画 就不好了 这样呢我们可以 稍微的高一点 高一点在这儿 这头的方向呢 也是要有点变化 刚才是平 现在偏低点 行了 身子往上去 然后尖上 补充点浓墨 一看这个燕子啊 赤板在这儿呢 咱们别打架啊 刚才张得比较大一点 现在呢 收一点 好 没打架 你看这不是 行了吗 这个刚才这个角度 那这边啊 打开点 不一定都很对称 往上走 然后 然后 用它的棱去画它 两个小样出来了 两个小样呢 在动态上 在方向上 是略有变化 把它呀 稍微的洗一下 用淡沫 在笔垫上 稍微吸一吸 淡而干 把这个勾一下啊 可以不用一笔勾 呃 圆弧的线里面 略有直线在里头 效果显得好 如果说勾一个大弯出来 太软了 啊 画到这以后 我们用 画小鸡 那个小笔 调浓墨 画嘴 画爪子 都用这个啊 小嘴 在下面这儿 眼睛 挨着这个嘴 挨得近一点 点出来 然后它的 爪子是收的啊 别离太远 啊 那个不画了啊 俩不能完全一样 呃 自己给自己挡住了 自己挡住了 呃 呃 这张画啊 呃 一会儿那个腮红 咱们干一干以后再点 呃 呃 现在看一下这张画 这张画啊 就是黄颜色和墨 啊 这儿也有点墨 但是我总感觉啊 稍微有点 焦渴 就好像这人呐 这个说话以后呢 这个嗓子干了 要喝点水 为什么呢 因为黄颜色太多了 啊 这样我可以用 呃 花青色 花青也可以稍微加点墨啊 不要很深很浓 稍微淡一点 需要补充一个色调 这个色调呢 我把它变成一个具体的一种东西啊 他 嘯 在 这 咱们 这是竹子 应该寻求这种 就是用笔的帅意 不必太刻板了 因为它毕竟是补景 刚才说了 这是需要的一种颜色 有了这个花青色 有了冷调子以后 这张画就感觉到 就感觉舒服 现在是条 是珠沙或者是珠标 塞着点一笔 好了 这张画最暖的 在小样身上 它是主题 而且小样周围是空白 所以它最显得突出 最浓的墨也在它身上 其他这些颈呢 虽然说是鲜化的 虽然说是它占的面积比较大 但是颈毕竟是颈 主题还是主题 这张画呢 等干了以后 要在这点提上字 盖上章 最后就完成了 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一种 这个花用反衬的方法去画 现在呢 我再向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花可以用双勾的方法去画它 前面的一些步骤完全一样 我现在呢 考虑这个花是从这边下来了 从这边出 好 枝条比较长 变化比较多 用藤黄 或者是柠檬黄 尖上呢 可以少蘸一点土黄 来点花 刚才讲过了 这花啊 四半 四 一二三四 点着点着就 可以放开了 这是四半 然后放开 在密处 别画得太规矩 画得太规矩了以后啊 显得花太少 你看我现在就不讲 就说多会儿半了啊 但是要考虑的是 疏密的变化 这颜色比较厚 如果你感到 说哪儿这个枝干 画得不太理想 也可以拿花去盖它 重点突出在下面这儿啊 这些呢 零零三三的 也不能画得太光 我现在把这个整体的 一个气势 已经画出来了 现在呢 就是这个花 刚才是点的 我为了突出 它这个花 刚才说了 它和白纸之间 要有一定的反差 我用土黄 再加一点 折石 我现在呢 需要把这花勾一下 这个花啊 它是比较方的 四半 您在勾的时候要注意啊 有出有入 在这里面要说一下 绝对不是苗 这是勾 勾的时候呢 是第二次的创作 等于不受前面点花的影响 是参考它 基本上是勾在那个位置上 这样啊 就放开了 写一会儿啊 还是放开了 这样生动 这两个颜色 是接近的 又是不一样的 这样把这个花勾出来了 勾完以后 用折石 花地 比刚才 勾这个花的 这个 外轮廓的时候啊 颜色要重 这样画出来以后 它就长在质杆上了 我们还缺点 冷调子 调淡草绿 把花比较 茂密的地方 给它衬一下 要点啊 可不是染 点 也代表了 花 它里面 这个叶子的叶芽 给它拖一下 把花拖一下 这个枝干 也可以 走一下 生机盎然 好像叶儿 也要 马上要长出来了 有这种气氛 我们在 最开始的时候啊 教大家 画小鸡了 现在呢 我们做一下 复习 为什么这张画 要填小鸡呢 因为 这张画 缺墨 我们把这个墨 就用在小鸡 这个形象上 好 画小鸡的时候 左手 要拿一个笔垫 零画的时候呢 蘸点浓墨 一笔点头 然后大八字 小八字 控制一下水分 如果说这个宣纸啊 是夹宣 或者是三层宣 特别厚 画小鸡的效果就不好 它印不出来 两个瓶了 我为了打破它的瓶 再填一个 然后 及时控制一下 这是比较密的啊 我现在啊 在填一个 远处跑过来的 这都是头朝左 稍微顺一点 有同学啊 在画的时候啊 就爱画这个方向 那还不行 您看我这个啊 这个 反着画 这头反着 好 调调水 变成淡漠 根据它 这个角度不同 这个大腿啊 有的看到了两个 有的就是一个 然后用那小笔 这小笔啊 可不是液晶啊 比液晶稍大 可以用点霉 或者是山水画笔 画大腿 纸 先画近处的 再画远处的 用最小的这个毛笔啊 调点浓的朱砂 在脑门 初学的容易给点成 在脑顶上 那就错了啊 靠前 这张画啊 机关子最突出 最突出 然后墨色突出 实际上这个颈呢 它就是配颈了 它是次要部分 这样呢 我看看啊 在这个地方 还有点空 可以用淡末 注意不要太浓了 太浓以后 和小鸡 又形成一种 互相之间的争夺 顺势而下啊 竹子的画法 以后再向大家做介绍 这样就增加了一个层次 它这个花呢 也就不显得太过于单调了 这张画 这个花青用在什么地方呢 等干了以后 在地上点一些青草的这个芽 这张画呢 这个地方比较空 这是我们留下来 要提款的位置 春消息 小鸡 小鸡看到了 联帖花开了 感觉到春天已经来了 不需要刚才的 还有点准备吗 是 没有人的 多长谷 然后这点盖一个明章 这点盖一个压角章 最后小鸡的腿干了以后 再点一点花青 这张画就完成了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张创作参考 这个创作参考画的就是小鸡和连翘 这个连翘这张画上用的就是勾的这种办法 有的人喜欢先勾后点 我这个方法是先点后勾 先点后勾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它先抓住大的气势 然后你再勾 我觉得这种方法是比较容易掌握整体 可以供同学们参考 今天的课我们就先讲到这儿 同学们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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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